岁末年中,财团法人东大士蝉茶道文化集训会结合了天翼佛伦社、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管协会的民间团体来到了热烈厢复原和复兴村 除了参访体验社区、农业、文创产业,也捐助两个偏乡社区弱势族群,互动很热络 包括了新竹乐立、天翼佛伦社、TopUp建筑事业团队、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管协会 新竹分会、花莲分会等一行近百人 在财团法人东大士蝉茶道文化集训会的牵线邀请下 再度来到瑞士山复原及复兴两村参访 两年一会不仅参访成员,在地社区长者民众也都热情欢迎 参访团成员除了参访体验、复兴村、农产以及部落歌舞文化 也走访复原村体验客家蓝燃等文创产业 并且品尝道地的风味餐 与当地社区协会交流、情谊、互动热络 而为期两天的参访行程 也由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代表 捐助两村社区弱势族群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生活地方的肯定 那这次新竹的四华工商妇女协会 他们应该算是第四年来到复原社区了 很喜欢、很感动 然后也因此也都赞助了我们社区关华据点的餐费 然后来体验我们社区的产业 那也让我们社区的这个产业有很多的收入 对很感谢我们的婉婷姐姐 创会会长婉婷姐姐 还有婉婷姐姐的先生 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族 还有我们所有四华跟所有俄伦社的姐妹们 真的感谢你们对我们复原社区的疼爱 两年一会、两天一夜的参访行程 深刻体验当地文化产业魅力 也再度品味复兴复原两村老朋友的情谊 也令参访团成员神神感动 记者史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